我们自己创建的这个可以注册新用户的接口 去掉了权限部分 这样做呢会遇到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比如说用户在注册的时候 如果把Rose设置成Administrator 那这个用户呢就会是网站的管理员 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权限 如果用户是Administrator这个角色的话 就表示呢他有管理员相关的权限 在接口里面我们可以去处理一下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的去忽略掉 请求里面的Rose这个属性 这样用户呢就不能够去给自己设置角色了 或者我们也可以在接口的权限回调里面去处理一下 这里我们先去做一个实验 在这个Rest的客户端里面 我们可以先去请求注册一个新的用户 修改一下这个用户名 还有他的这个邮件的地址 这回呢在这个发送数据里面 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Rose这个属性 对呢之后我们把它设成Administrator 发送一下这个请求 成功地创建了这个用户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返回的用户相关的信息 Capabilities就是用户的一些权限 你会看到这个用户呢有一大串的权限 因为现在这个用户的Rose 就是他的角色是Administrator 就是管理员 回到网站的管理后台 我们可以去刷新一下 一般新注册的用户的角色呢就是 Subscriber表示订阅者 不过刚才我们注册这个用户的角色会是 Administrator也就是管理员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处理一下 接口的权限的控制 先打开核心自带的这个用户的Rest接口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搜索一下 CreateItemPromationsCheck这个权限的回调 找到以后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这个方法里面的这个代码 然后把它粘贴在我们自己创建的这个接口里面 CreateItemPromationsCheck里面 这里呢他现在做的权限检查 就是用了这个CurrentUserCan 去看一下当前用户 有没有CreateUsers这个权限 如果没有的话 就会返回一个WordPress的Arrow 我可以修改一下判断的这个条件 AmplityRequestRows 意思呢就是如果请求里面带Rows这个属性 就去返回一个WordPress的错误 也就是不能让用户自己去设置它的用户角色 打开Rest的客户端 重新配置一个请求 修改一下注册的用户名 还有邮件的地址 请求里面带着这个Rows属性 我们再去发送一下这个请求 这次呢会返回一个401的状态码 意思就是用户未受权去做这个动作 也就是现在用户呢不能够去再设置自己的用户角色了 再试一下这次呢我们去把这个请求里面的Rows属性给它去掉 然后再发送一下这个请求 这回就会成功地创建了这个新的用户 在返回的新用户的相关信息里面 它的Rows就是默认的Subscriber 也就是订阅者 是